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就不知道现在的年轻人 他们在这个学院的这个时期 是不是像我们以前那么乱水 我们有很多的朋友 那个时候一部分是在学院里面认识的 然后另外一部分呢 就是在学院外面认识的朋友 在学院里面呢 我们也有分所谓的中文班还有英文班 一般上呢 我都有餐厅 这两种类型的朋友 中文班的朋友们呢 就是比较保守一点 就像我们看到的很多的那个 比如说读众生啊这些 然后去到那里升学 因为所有的课程都是用英文的 然后所以他们就有特别安排在一个中文班 然后呢 我们有那个 Tutor就是大学的助教 或者是学院的助教 会用英文再教中文帮助他们 那么我们班上呢是英文班 虽然我的英文不是很好 我记得我们班上呢有两个女生 我就把她叫做八婆二人组啦 因为怎么说呢 她也不算是霸能了 就是说可能她就看到我们比较奇怪的人 老实讲啦 我也没有什么不形象 那个时候的我呢就是匆匆忙忙出门 然后就是脸上啊就是脖子啊 就是有涂了一些那个防晒的那些东西 可能就是流汗啊 整个看到白白还是什么 就是一片一片这样子 然后他们就会笑啦 就会讲一点难听的东西 但是我觉得还好 我不是很在意啦 后来呢这两个人呢 所谓的八婆二人组呢 很戏剧化的啦 后来他们就信主了 他们就参加一个教会 有一天呢 另外的朋友邀请去他们的教会 然后我就看到他们 我讲你们也在这里 所以他们也跟我讲话啦 就是可能上天上帝也赦免他们的罪 然后他们也觉得他们有错 后来他们也对我很nice一下啦 所以呢 在这个英文班里面呢 这些人他们的性格 跟他们的那个风格很独特的 就是有的时候 他们的人也是很好了 他们就会跟我讲 欸Alexander 就是你哦 从沙巴来的 我们走 带你们去 带你去吃东西 然后我们就集班朋友 驾车 我们都是去学院附近啦 那个时候呢 我是第一次 吃寿司 就是去这个Sushi King 这样子 所以我现在还是记得 我第一次吃寿司 这个经验 出南的经验 就是给了Sushi King 这样子 然后呢 我们的这些同学 受英文教育的 他们 他们就不会有太多的东西想啦 然后他们也不会很奇怪 有些人呢 就是在吉隆坡的 爸爸妈妈都是律师啊 还是医生啊 这样子 他们家里面有一些 Star Wars的那些 模型啊 这样子 所以那个时候就 哦 CN呢 上映这个 Lord of the Ring 还有这个 Star Wars 对于我来说 我从小到大 我都不懂什么 什么叫Star Wars 什么是Lord of the Ring 这样子 我只是知道西游记啊 西乡记啊 红楼梦啊 还有就是什么 龟兔赛跑 这种 这种故事 你明白吗 他随便赚啊 三国演义啊 风神棒啊 这些 所以 我真的不明白 那个东西是什么 但是很好啦 就是 他们也是 会经常照顾到 我们这些从东马过来的学生 然后我们也成为很好的朋友 所以 有的时候我在去看 我们班上的同学 就是 有一个马来婆 他好自信哦 然后他不包头巾 还把他的那个头发呢 剪得很短 很短很短 就是 就是好像 男孩子的发型 然后呢 他的臂子呢 还穿一个臂环 或者是他耳洞呢 多打几个耳环 然后呢 手就架一个烟 然后他就不停的抽烟 然后 他的样子很甜美 但是他就是很有自信 整个那个形象 这样子 然后 我也有看过一个同学 他就跟我们说 他是 马来人 跟华人 的混血儿 但是他样子看起来 就有一点像是 我们沙巴那里的土著的样子 他不是很像那个西马的 那个 马来人的那种的样子 有的时候呢 星期五呢 做礼拜呢 他也会穿那个 那个马来衣 戴松果 然后呢 就是穿沙隆 那样子的 那个枕头的衣服 平时呢 他就和我们一起 在那个 那个学院旁边的 餐室一起吃饭 然后 我不觉得 说他对于哈拉 跟不哈拉 有什么 避忌 然后他反而 静悄悄的 跟我说 欸 Alexander 那个茶烧鸡好吃吗 这样 所以 我是 绝对 可以肯定 这个人呢 平时都在吃猪肉 Well 不用紧 但是 所以 当你在 艺术学校里面混呢 基本上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场景 好啦 今天 我们也是先说到这里啦 OK 拜拜 好 好 好 先 呃 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